和我钱这么年啊 哎哟 你看我们这么 奇乐融融的 大小同学 你对她是爱还是可怜 爱 你有没有问过大S的态度 没有 又不知道我老公 她的嘴根本停不了 噢就喷 就是很爱喷 小飞这次补喷啦 她趁着中国十一长假 带着老爸到台湾湾 跟在抖音分享影片 没想到这个人也在唱 来 现在带我爸在台北街头 吃着台湾的台菜代表心涅 和我钱这么年啊 你看我们都 其乐融融的 其实我们都特别开心 好 然后呢 他们来了四年没见了 带着我爸 不乐 嗯 哈哈哈哈 汪哥你也太客气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那个 前丈母娘咱们后天再约啊 大家开心 开心 应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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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飞和前丈母娘看起来感情好 但她对前妻大S的态度 奶可就屋里看花了 你问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聚完餐隔天 深夜不仅连线感情专家求助 更当场是爱大S 昨天我爸爸跟她 那个妈妈我后天还相聚 我跟大S我不想跟她有任何的那个那个私逼啊 但是律师呢 她的律师一直在调拨我们俩关系 你说吧 你说我下一步怎么办吧 你说吧 你说说 第一 我给你几个论点啊 嗯 第一 那个光头根本不在弹子柱 跑 跑了 跑了 第二 胆子身体不好 嗯 OK 第三 孩子每天跟我在一起 嗯 第四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那是我前妻 我不会放下她 嗯 你给我分一分 那我那我这么跟你分析啊 首先第一个 你有没有问过大S的态度 没有 那你看 咱们是一千千万样了吗 对吧 这种东西一定是 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对 她需不需要这份爱 或者她需不需要谈的这东西 她需要 她需要 那这个 我跟她十五年 我太知道了 她需要 嗯 因为她是一个女明星 她需要别人爱的 明白吗 你明星不需要爱她吗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这个需要是真实的 还是演出来的 因为你也说它是你明星 真实的 真实的 绝对真实的 OK 那小佩哥 你对她是爱 还是可怜 爱 你还爱着是吧 我不 我一点都不 那个 明白 哎呀 行 小佩哥 那我就真支持你 但她和光头 你都不已经结婚了吗 结他们的呗 跟我没关系 跟我孩子没关系啊 那你不要后婚了 她结婚你没法后婚呢 我不会跟她 后婚的 啊明白 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